一个放羊娃的失踪 牵出一宗惊天命案 在那个漆黑的山洞里究竟隐藏着什么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高分悬疑影片 爆裂无声 矿工张宝民从小就是一个打架王 年轻时因为打架咬断了舌头 从此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 说有这么一天 当他正在井下跟工友打架的时候 他老婆打来了电话 说他的儿子失踪了 张宝民背着行李回到老家 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先去了跟自己有仇的 羊肉汤老板洛塞胡的小店 几年前因为张宝民 不愿在矿业公司的补偿协议上签字 而跟洛塞胡发生了肢体冲突 当时处于劣势的张宝民情急之下 用羊棒骨把洛塞胡的眼睛刺下了一只 至今他还没有服刑洛塞胡的赔偿款 因此他认为孩子的失踪 很有可能跟洛塞胡有关系 当他从回忆中刚回过事 就听到饭馆的后面有孩子的叫声 他下意识地认为 那很有可能是自己儿子在护救 可当他冲进去之后 才发现是洛塞胡的那个 不会说话的傻儿子 张宝民在回家的途中经过了村长家 由于矿业集团的非法开采 村子里的水盐已经被污染 没钱的村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喝 而村长家早就改喝矿泉水了 张宝民回到家 看到他那位体弱多病 需要常年吃药的老婆 因为儿子的丢失显得更加憔悴 张宝民从挂地上 找到孩子学校的电话打了过去 可是一直没有人接 此时站在校长办公室的 洪昌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 刚刚为学校盖了新校舍 校长正在组织学生们搞捐赠仪式 作为一名经常违法乱纪的建商 昌万年向来行事都非常的低调 因此他拒绝了校长的好意 只是简单的跟校长拍两张照片 就匆匆离去了 由于洪昌矿业多次违反当地政府的规定 采取野蛮的方式违规开采 再次被有关部门盯上 曾经昧着良心 替昌万年打赢官司的徐律师 此时忧心冲冲 担心自己会因为助纣为虐 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现在急于撇行和昌万年之间的关系 因此无论昌万年怎么给他打电话 他就是不接 张宝民在儿子放羊的后山 找了整整一天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 他儿子叫张磊 失踪前张磊堆砌的石块 此时已经坍塌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孩子很有可能已经遇难了 在张宝民寻找孩子的过程中 落塞狐的那个傻儿子 始终在不远处观望着 这个长达四秒钟的画面 暗示的非常明显 孩子很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昌万年这些年通过非法的手段 挣了不少钱 公司有大大小小的矿场几十家 为了继续扩张 他把跟他一直有矛盾的 另外一位矿场老板安总 请到了他的饭馆 然后利用暴力的手段 逼迫对方把矿场卖给了自己 张宝民最终选择了报案 但当地派出所的警力实在是有限 他们不仅要负责找人 还要负责替村民找丢失的牛羊 因此张宝民不能全职完警察 他自己还在扩大寻找的范围 说有这么一天 张宝民来到某矿场打拼孩子的消息 刚好遇到了昌万年的手下 这个矿场是安总刚刚被迫 卖给昌万年的 由于工资一直没给 矿工们和昌万年的手下 发生了冲突 张宝民看不过去 也加入了群殴的行列 并且打碎了昌万年汉马车的玻璃 手下急忙向昌万年汇报 当昌万年得知 张宝民是来寻找孩子的 便让手下把张宝民 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看过张宝民儿子的照片 昌万年不仅没让张宝民赔偿损失 还希望张宝民找到孩子以后 能到他的矿场干活 虽然昌万年对张宝民挺客气 但他的手下却咽不下这个恶气 在地下车库里把张宝民碰走了一顿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张宝民回到家 从栓子的口中得知 他儿子张磊失踪的那天 东面山沟里曾出现过一辆灰色的小汽车 徐律师最终因为坐伪症 和妨碍司法工程被取消了律师资格 他之所以跟昌万年同流合污 为了给老婆致命他才停而走险 可遗憾的是钱花了老婆最后还是走了 为了不让女儿伤心 他一直在编织着一个美丽的谎言 昌万年是一个射箭爱好者 虽然装备很专业 但他的水平却非常的差 当他在收拾装备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一支箭头不见 这支箭头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 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徐律师 作为要挟他的砝码给拖走 为了寻找儿子 张宝民打印了几十张寻人启事 开始在大街小巷上帖 这个时候 落塞胡的那个傻儿子再次出现了 当张宝民正在路边歇脚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 殴打过他的昌万年的手下大金 张宝民骑着摩托车 一路跟踪到一偏僻的地方 这个时候 前方的面包车刚好抛了毛 张宝民胖揍了大金一顿之后 在面包车上意外的发现了一个被访嫁的孩子 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 因此连看都没看扛起来就跑 最后躲进了一个山洞里 当他打开袋子之后愣不 里面并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一个跟他儿子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 昌万年之所以要绑架徐律师的闺女 目的就是让对方交出那个能置于他死地的箭头 张宝民根据女孩随身携带的证件 给徐律师发了一条短信 说自己救了他女儿 告诉对方在某地点见面 正在寻找闺女的徐律师急忙开车赶往约定地点 张宝民在前往约定地点的途中遇到了村长 村长这个贪官早就被昌万年收买了 张宝民看到村长正在用手机给昌万年的人通风报信 于是上去就把村长给胖揍了一顿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洛塞胡的掩护下张宝民最终躲过来追捕 洛塞胡的眼睛当初是张宝民此下的 但是他不计前嫌反而保护了张宝民 说明这个人还是很有正义感 张宝民来到约定地点等候徐律师 这个时候他接到了昌万年的手下大金的电话 大金谎称张宝民的儿子就在他们手里 让张宝民用徐律师的女儿交换 听了大金的话之后 张宝民没有继续等徐律师 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往昌万年的公司 大金来到餐厅向昌万年汇报情况 这个消息昌万年非常的恼火 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诚服的人 大金跟了他那么多年 他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没办好就全盘否定一个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大金说出了一件让他忍无可忍的事情 那就是大金谎称张宝民的儿子在他们手里 昌万年没有在犹豫 用烟灰缸砸死了这个成事不足拜师有余的手下 而与此同时张宝民也来到了昌万年的公司 跟昌万年的一帮手下打成了一片 徐律师来到约定地点 不仅没见到张宝民手机也没电 他来到旁边的洛塞湖开的洋药汤馆给手机充电 顺便给张宝民打电话 这个时候洛塞湖那个傻儿子走到了他的面前 摆出了一个拉弓射箭的姿势 看到孩子的这个姿势 徐律师禁不住大吃了一惊 急忙走出了洋药汤馆 在饭馆的门口 他看着张宝民贴的群人启事的幕 他对照了一下上面的联系电话 正是救他女儿的那个人的手机号 当昌万年回到公司的时候 张宝民已经摆平了他所有的手下 他打晕张宝民之后将其控制 然后打开了旁边的一个房间的门 上次张宝民来的时候 一直对这个房间很好奇 似乎是怀疑自己的儿子就锁在这个屋里 这个房间是昌万年平时练习射击用的 屋里面挂满了用野兽做的装饰物 就在昌万年逼着张宝民交出女孩的时候 徐律师刚好给张宝民打电话 昌万年用张宝民的手机给徐律师回了一条短信 约对方第二天在某地点见面 第二天一早 昌万年拉着张宝民去约定地点见徐律师 张宝民在车上摸到了昌万年那只丢失的箭头 并且利用箭头成功投捆 而与此同时徐律师也赶到了 三个人的见面也就是真相即将大白的时候 徐律师的女儿在宾死的时候 看到了张宝民儿子的灵魂从山洞深处走了出来 影片在这里暗示观众 张宝民儿子的尸体被人藏在这个山洞里 就在三个人对峙的时候 警笛声突然从远处传来 趁着昌万年愣神的功夫 张宝民发动了攻击 昌万年的剑法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准 瞄了半天 那只剑仅仅只是擦伤了张宝民的胳膊 在徐律师的观战下 张宝民和昌万年展开了窝动 张宝民用那只断了的箭头 刺中了昌万年的大腿 随后张宝民带着徐律师前往山洞 解救徐律师的女儿 昌万年从腿上拔出箭头仔细观察 才发现这就是那只他一直苦苦寻找的箭头 趁着警察还没赶到 他急忙把箭头埋在了土里 当徐律师跟着张宝民来到山洞附近的时候 他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迟迟的不敢走进去 徐律师的女儿最终活了下来 但张宝民的儿子却仍然没有消息 这件事对徐律师的触动非常大 他没有继续跟昌万年同流合污 而是把自己和昌万年一起违法乱纪的事实 全都说了出来 当初徐律师利用做伪证的非法手段 替昌万年脱罪之后 昌万年给了他50万 两人的交易是在张宝民儿子放羊的附近完成的 交易完成之后 昌万年拿出弓箭来到山坡上 看到了正在放羊的张宝民的儿子 喜欢吃涮羊肉的昌万年 打算从张宝民儿子的手里买一只羊 但孩子坚决购买 于是豪横的昌万年就打算用弓箭射杀一只 张宝民的儿子为了保护羊 不幸被昌万年的弓箭射死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昌万年威逼目击人徐律师 想办法把张宝民儿子的尸体给处理掉 落三胡的儿子在墙上画的那幅画 很清晰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在昌万年的威胁下 徐律师只好把张宝民儿子的尸体藏在山洞 也就是他闺女曾经待过的地方 自己闺女的救命恩人的儿子 居然被自己亲手埋葬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 相信徐律师的人性 如果还没有彻底泯灭的话 恐怕这辈子他也走不出这个阴影 影片的最后 虽然昌万年威逼律师都没有主动交代孩子被查一事 但天不藏间 落三胡在看到儿子的那幅画之后 马上报了警 警方经过侦查 最终掌握了二人的罪恶行径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虽然张宝民自始之中都没有坑一声 但他的心早已如这山一般无声的暴力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吧 做人必须要自律 不能违法和乱纪 举头三尺有神明 多行不义逼自毙 谢谢大家